东部以及南部列为红色警戒区域了 不过因为宣布的时间太晚 所以在昨天很多旅行社是措手不及 差点就酿成了旅游纠纷 地震影响的范围持续扩大 连国人长区的北海道东部南部沿海 都被外交部列为红色警戒 不过深夜11点才宣布 让一大早就包机出发的旅行社 记得跳脚 我们昨天晚上有座位坐得非常的晚 那我们对整个外交部在日本地区的 这些旅游警示 我们是希望就是说我们前盘的考量 措手不及因为知名的景点韩馆 就在北海道南部 正好是台湾人的最爱 突然飞不了 再加上先前四个线的红色警戒 旅行社损失惨重 绝对会上万的团体 上万人士的旅客 上万人士的旅客这个团会 随便的都是几万块 三四万块都是非常普遍的 是上亿的 想话忘记恐怕会受到冲击 因为就连洽工的旅客 都想缩短行程 一定会提早回来 还是会担心 硬着头皮出发 不过由于各家航空公司的航班 都还在做弹性的调整 提醒旅客出发前 最好先向航空公司或是旅行社 来做订问 是上亿